去拿拿信息 没错 找了一些前期能够分踩的地方 是的 扩大自己在前期的 搜资源 这个拿信息的这个能力 不过 天天这边是网上去踩着 看信息的时候 被原点打了一波急火 是的 这踩的一点过多了 自己也没有任何掩体 直接被捕 个crazy112 嗯 完了 哦 被反捕了 哎呦 没有这种把人被推 走得好在里面了 但第一次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的 第二次虽然打到了一个人 但是自己也被放到 但是还好 峰峰这里顶住了 把前点两个人都淘汰 嗯 然后HQ两个人还在远点 给克燕有没有机会 不看到对方斜坡战人 只能硬架 要架住 队友肯定也点清楚 因为现在荒的其实是HQ 对 只剩下了 祭司一个人了 那这样的话 翔鹿还能把队友扶起来 依旧满边 再多开几枪 嗯 应该就没了 他有可能就要倒 是的 但现在的话 IAFTY 想去逮他吗 看了一眼 还是有点距离的 有点距离 队友扛了一枪头啊 杰鹿这个位置先给一些投注 而且这个位置挨揍啊 边缘很多枪线都能够打到他们 原点的话 Summer已经是把灰灰给放倒 给个烟 掩护一下 原点主要是能够干扰他们的枪线太多了 没错 今年Pyro也再往上面去摸 对 直接补 Pyro想找到这个得分的机会 手雷 稍微 进了一点 但是利用自己的枪啊 黄珠先放倒一个 因为后续 他要进圈的话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的 对 但是千万不能踩到 IAFTY这个位置 太吃子弹了 是的 他可以收 圈完一波 很理智啊 打完我就收 对于这个坑 怎么去进攻的吧 身上的投注储备的怎么样 因为其实这种附近的决赛圈 我们之前也有见到过 就是这里 对的 再丢雷 哇 好吃雷啊 DSS 又来一颗 直接跳起来抛 哦 又炸到一个 857 斗响 已经捏了一个顺报 第一站名 我在 出枪了 一波激活 黄老爵直接将把东西给连打逮捕 是 加龙斯格尔的这个枪线 他对近点的威胁一无所知啊 而且原点有架枪位 许神也是放倒了一个 Forgunay了 确实 AZG过来的话 这一波没有对 IFTY造成任何的威胁 现在反而要看 HQ两个人从后点过来以后 IFTY能不能接住 但是无息低息 把龙斯格尔给放倒了 捕香园兄弟在哪里 AZG只剩一个 不能补 他不能补 原点有架枪的 小心屁股后面 现在怕的是祭司出枪 哇 怪兽也不清楚 怎么后面还有一个老六啊 Piro奔放起来了 从上一局吃了鸡之后 整个队伍的气势和自信度 一下就打开了 是的 一个火力车冲过来以后 把RBS给冲掉 对 还能服小佐 就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意外因素以后 其实FTY本身这一局 有机会是把东边这个分吃掉的 对 只是那一波两个都狼之间的夹脚枪线 确实影响很大 对 如果面前只面了一支队伍的话 其实还比较轻松 刚刚不是还在提吗 就HQ上来就掉了三个 那其实肯定是想说 那你们打起架来的话 我去找机会去K人 或者偷人 都可以 自己本身在转移过程当中啊 被扫了一波载具 现在知道你的站位有点分散 直接掉头回来要反打了 而另外 1v1 咱们是一个1v1 对方有PIC的空间 567没有打过 是 而另外1v1是直接把DT全员给淘汰了 进点JFY要压过来 200直接被补掉 567也没了 好像只剩了一个small cc 看一下他如何去操作了啊 目的的话 这里右下角的 天梅和JFY的战斗 还可以稍微持续一下 大家都IFTY的问题来说 就是要马上去处理掉Cistbaby 一颗手雷牙皮倒地 阿童木 还要再跟投资物的话 其实对于112来说也很危险 很危险 啊 龙斯哥那边又被JFY给放倒了 刚扶起来 血量太低啊 又直接被炸倒 再扶 但这个雷紧随起后 112也被炸倒 他没办法了 他不能把队伍扛起来 对方已经压到近点 Lulu先把同勤给放倒 想从右侧单拉出来 但直接被对面架住了枪 是的 蓝布这个补强效率也很高啊 大家用拐角 那现在其实从优势上来看的话 JFY 对方只有小海一个了 对 TYE那边也遭到了Forever的串烧嘛 那是 哦呦呦 蓝布 近点淘汰掉TMA以后啊 目前的话分数还不错 JFY 翔路和XCG 因为对于XCG来说的话呢 目前这个排名和积分啊 翔路肯定想赢 是的 对不对 对 一个第二名 一个第三名 是的 因为XCG来说 对他来说 他的一个分数 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比较稳很多的 不过翔路也已经有30分了 XCG的枪线角度会更好啊 右边的高点还有架枪位 这边直接往前距离 是的 翔路封封的位置也被点出来了 没错 只有一个道具要顶了 我不给任何的喘息机会啊 啊 各种道具顶到今天以后 还是淘汰掉了翔路 XCG目前已经40 这个烟封起来之后 自己还有操作的空间 拉出来直接BATTLE 学生打过了 王猛直接被放倒 连打待捕 是的 后续的话呢 因为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不敢上前去补枪 躲在烟里 混一波 刚刚也是 受到一项血量上的伤害 还有雷可以丢 但是烟雾马上快散了 看这个雷 左边这个坡啊 不好再往上面去顶了 要不然会有其他队伍的枪线 但选择主动出击之后 蓝博就觉得很舒服 是的 然后拿下这一边的话 右下角整个 是的 他只能尝试看 有没有愿意跟他对枪吧 对 而且 头领上的XCG 没有被清掉的话呢 SMS暂时是不好动的 要不然形成这种 圈内和圈外的前后夹击啊 全都在 被拖了很长时间 利用载具 直接贴前面的反坡 还是拿了一个人在架的 蓝博这边是 被Pic9给放倒了 来到了一个边缘位置 看一下Fero手里的投资物 效率如何 够不够精准 这个手雷炸倒一个旋子 DEO也直接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不过一个医疗箱 直接满血复活 直接把车都给炸毁了啊 必须得把这个分数捕掉 是的 但是你要往前冲的话 一定得要注意测身GFY的枪线 是 而于斯东 富威敏也找到机会 先把DSS那个点位去冲掉 嗯 两架两冲 富威敏那边 烧起来了 淘汰掉了DSS 然后这边 南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考虞也开车过来 尽力是一三打二 看一下这个一逼的 还是被SMS给淘汰掉 左右的枪线确实不好打呀 是 对SMS发起了进攻 没错 让FORM是可以把自己一个阵阵 有突开的 啊 这个石头的位置 Pick一个 但是直接被白了 755又是那把AK 他特别喜欢用AK 就利用这个斜坡去进行操作 又打一个755 是的 富威敏过来收分了 我要看到倒地 先打一个手来扎两个 八个淘汰 四打一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在今天的第四场比赛里面 富威敏是拿到了九个淘汰